第一戰的話是所有投手都會準備 沒有什麼雙先發就全面備戰 官班特斯在這兩場就大致一定我們的陣型 那也期待我們明天所出賽的所有人員 都會有好的表現 其實週季球場就是本來就是中信兄弟的主場 只是他草皮把他養護得相當好 內野相當平整 所以在球場的天氣風向 其實對我們中華直播的選手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兩場的熱身賽大致 大家都熟悉也都上場過了 所以就等待開打 球隊近況是相當好 那就期待開打之後 大家在比賽中融入進去 能不能在平場的能力上 在臨場反應上可以正常的發揮 四戰裡面每一戰都很重要 那只是第一戰我們打完之後 隔天是有休息 所以我們可以全力以赴去 全員去備戰第一戰 我覺得這個隊的來說這個肯定 畢竟第一戰嘛 觀察這些達子 因為之前同一師有跟同一場比賽 然後我有跟同一師的團 那個後勤團隊要一些影片 然後去做觀察 每個達者都非常具有破壞性 因為在雷上也有具有跑速度的破壞性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會做一些 我還是會對他們做一些研究 跟去討論一下 跟骨手或者跟打者 跟手隊員去討論一下怎麼去應對 這樣還有教練團 穿上中華隊的球衣是已經有榮耀 那也是一個責任 那相對的在自己國家比賽 也是一個莫大的榮幸 也是莫大的榮耀 那盡我所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現出來 然後全力以赴 也告訴自己就是要盡力而為 然後幫助國家幫助球隊拿到最終的CMG獎 這些都是很強的隊友 大家在就是那種人跟人的感覺 我覺得很棒 就是大家對我很好 然後也不是只有對我 就是每個人相處起來都很棒 然後我覺得整個團隊 最棒的是這次的待遇吧 我覺得後勤團隊真的很辛苦 他們做了很多東西 這個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不只是開路先鋒 我覺得每一棒都很重要 然後每一棒上去就是 都要很有企圖心 然後努力上來 努力推進 然後幫球隊打下分數 我覺得這不是只有哪一棒特別重要 每一棒都是 包括昨天的比賽 代打上來的每個都有發揮 我覺得這是我們昨天能贏球 然後一些關鍵在那些代打都有把分數打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不是第幾棒 這都是每一棒都是很重要的 調整我覺得大家都調整的差不多 都還不錯 然後我自己是還蠻期待明天的比賽 就是很興奮然後很期待 然後又一陣子沒有在台灣打球 然後明天觀眾也會很多 我就很開心 然後國際賽希望就是可以打好 然後幫助球隊贏下在台灣的每一場球賽 然後再前進去東京 然後再去Miami 這是最希望的